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到香港辯論超級聯場第二輪賽事 今天的辯論是《香港英人入轉彈法》 由正方息息源主辦可風中學對反方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論 正方主辯蘇卓盈 正方第一副辯吳菲夷 正方第二副辯黎子聰 正方傑辯蔡樂絲 反方主辯劉易奏同學 第一副辯潘樂恩同學 第二副辯潘志樂同學 傑辯方圓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他們分別是 馬里諾修遠學校中學部中文辯論隊前副隊長麥清蘭老師 溝通顧問及資深傳媒人王傑慧女士 比賽開始 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第二副辯評判有分寒在座各位大家好 轉蛋法一詞源自台灣 轉蛋是指網絡遊戲中以任何形式 向玩家提供遊戲中虛擬角色及 道具之偶然性機制 即是虛擬抽獎 去年8月知名遊戲實況主 丁特用過百密實測手 由天堂M虛擬保密的轉蛋成功率 發言中獎率 原諦於官方公佈機率 引發官家聯署 以求訂立法例規管遊戲藏商 虛擬抽獎 總觀國際現時狀況 中、日、韓等國家早已接受轉蛋問題 引入相關法例 並曾經對違規公司作出懲處 抗國遊戲公司Nansal 旗下的先上遊戲 特報亦曾被揭發 實際機率過低 而被罰款七百萬港幣 可見 現時遊戲公司有利用虛擬抽獎 對消費者作出欺瞞 從而賺取利益的趨勢 而在香港 消費會發現近四成的遊戲 並沒有公佈中獎機率 換言之 消費者即使負了金 都不會知道自己有幾大機會 會抽到角色 甚至乎是有機會完全抽不到 因此 我方提倡引入轉蛋法 依舊遊戲廠商清楚 標示虛擬抽獎各項獎品比率 守著執法機構有權力核實比率 之準確性 而禁止遊戲商核商操作 我方的物行量便體標準在於 是否有其必要性引入轉蛋法 我方贊成便體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 完善法制 保護消費者權益 現時香港是並沒有條例規管網上的虛擬抽獎 廠商無需標示詳細的商品說明 難以確保其案良好的營商手法提供於消費者 此舉無異於向遊戲生產商核商作業破綠燈 消費者根本無權益可認 以對戰遊戲傳說對決為例 早前被揭露處席會直接改變抽獎機率 中獎機率會因為儲值金額而有所不同 務求令消費者持續儲值以獲取盈利 市面上亦有四種遊戲是無標示中獎機率 剝奪消費者的知情權是自信不對等 即是消費者即使對中獎機率有所保留 而無從追究損害公平交易的基礎 而任轉蛋法確保遊戲所顯示的中獎機率 與實際操作模式一致 使遊戲資訊變得更透明 將檢視虛擬轉蛋公平社工作又被動變為主動 向遊戲開發商達到警示後果 依美著廠商是要不當行為而付出盈責 保障消費者權益 第二,應入轉蛋法可以建立不買賣雙方互信關係 確保遊戲產業持續發展 在網絡時代,網上遊戲及其虛擬抽獎 到越漸勝行,遊戲商透過玩家在遊戲中買道具 抽轉蛋等獲取利益 可見整個產業的發展興趣是直接與玩家支持掛鉤 但現而虛擬抽獎及頻頻因為中獎機率過低 含不實說明等陷入爭議 若然玩家類似被遊戲商以不當手法騙取金錢 得色原來是自己一廂情願地支持遊戲商 互相關係就會瓦解 令玩家不再相信遊戲商 最終整個遊戲產業只可以步向衰落 就算只有一個核心商家 亦會成為害群之馬 連累其他遊戲商不備信任 照個密人入轉蛋法 則可以由法例保障消費者利益 透過法律責任維護遊戲商信譽 繼續讓遊戲商成長給大眾魔女偷走的機會 而玩家亦可以找到一款自己所喜愛的遊戲 支持他們兩者互相協助彼此 故指若然要讓遊戲產業繼續持續發展 政府立法規管遊戲抽獎必不可笑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消費者權益中不重要 是否需要被保障的 多謝各位 剩下主編想用時間為3分59秒 沒有超時不想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編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4分鐘的開篇 發現有方有兩點論證得不清不楚 一方案細緻 有方今天倡議用一個公開機率方案 但規管的對象是否限手遊 但全部遊戲包括網絡遊戲 處機類遊戲都受規管 境外的遊戲公司 本地的遊戲代理商等等 有否有法律的約束 一旦違反條例又會有什麼罰則 有方需要解釋 二 立法標準 有方說現在香港真的沒有 針對虛擬抽彈的法例 有漏洞就要立法 但沒有相關法例就等於一定要立法 虛擬抽彈是一個商品 因此社會上很多商品 都是沒有自己獨立的一條法例 即是在網絡上一些遊戲帳號的買賣 遊戲代幣的交易等等 這些全部都沒有 那是否等於全部都要留一條新的法例 有方說要解釋你的標準 是不是這麼低 所以正本清源 否則是否引入一條法例 就先要理解香港的社會實況到底是怎樣 政府近年一直推動和資助 香港遊戲優化和推廣計劃 支援本地遊戲初創公司 反映各項府其實有意發展遊戲製作產業 同時根據海關2021年的數字 過去五年有關遊戲虛擬轉彈的投訴過往 只有30宗 平均每年6宗 消費會上年的報告更加指出 有關投訴只屬少數 即使投訴和虛擬轉彈有關 最焦點都是在換家課金成癮等問題 而不是抽象機率等轉彈化可涵蓋的範圍 可見現況下 香港即使沒有轉彈法 都未必存在嚴重漏洞 而我方從來都不安於現況 而是有方需要論證現時轉彈法存在的必要 不可以盲目訴諸未來 所以審視變態的標準 就是引入轉彈法是不是多此一舉 如果是並會帶來反效果的話 變態就不應該成立 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一 現行機制已有保障 另立心法多此一舉 現時遊戲上架前 需要經過應用平台的嚴謹審批 而方眼兩大應用平台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都有相關條例規定遊戲商 一定要清晰公佈虛擬抽彈的中獎機率 一旦違反了就不可以在平台上上架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可以保障到換家 去瞭解中獎機率 正如前文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所說 遊戲中的虛擬抽獎是一種商品 所以易受商品說明條例規管 如果披露的機率有虛假成分 在現行條例下已屬犯法 因此徐局長都表示 市民可以就虛擬抽彈問題 向消費會或者海關等執法部門扣訴 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我見現行機制已有保障 而且行之有效 立法並無必要 二 趕走企業 不利本地遊戲發展 現時已有機制規管遊戲轉彈 所以有方要論證變題 就要引入一條和現在條例有分別的法例 例如如台灣倡議 為機率增設第三方機構驗證 或者比利時直接禁止遊戲抽彈 建議遊戲公司在香港的營運成本 就會因為要額外聘請機構和重新修改遊戲程式而大增 大德律師行更指出 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是本地遊戲初創企業 日後將難以在香港經營 專意到外地發展 不單止本地公司 台灣經濟部正正跟我們說 這些規定只會迫使海外遊戲商 由在本地找代理公司 變成直接境外跨境營運 甚至好像比利時那樣 直接將遊戲從當地下架 所以政府也希望將遊戲製作產業進步 轉彈法反而阻礙產業的發展 實屬得不常失 又想問有方 可否以現行機制下 可以補充到會家的權益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想用時間為4分03秒 沒有超時不需求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政方派出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於限時到達前15秒 會有一丁提示 丁 時間到達會有2丁提示 丁丁 接著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位台上便員 向政方主便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法 而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的 現在有請政方派出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政方會派出哪位同學做台上便員 我問的 我問的 好 好 準備好 好 有方同學剛才跟我們說 原來Google Play 還有App Store這些遊戲的平台 可以保障消費者 但其實是否真的這麼有約束力呢 其實我們今天舉個例子 小女惡團派的遊戲 其實是沒有公佈它的中獎機率 但它仍然可以上架 可以看到這些條例的弱速力不夠 有方同學是否覺得這些弱速力不夠的條例 真的可以保護香港消費者 如果不可以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立傳答法 來保護香港消費者的權益呢 好方主編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好方主編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好方主編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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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再回答 准备好轻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最后的位置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同学今天举例子跟你说少女乐团 这件事是证明到Google Play、App Store这些无约束力 但是想问有方同学的资料究竟是什么时候 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才没有公布到 其实是什么时间呢 因为其实在2022年今年1月 App Store和Google Play是改了公司的政策 是改了所有的游戏都必须一定要公安 我们的抽奖的纪律才可以上架 所以有方如果你的资料是1月之前 不好意思已经过时了 所以给我们一些新的资料 所以再问有方同学反而问你们 除了传说对决之外 其实你们还有什么资料可以告诉我们 究竟有哪些游戏是没有公开到抽奖纪律 或者是要影响到市民 可不可以除了决之外做什么例子 多谢各位 时间足够 接着轮到反方提问 请反方派出位台上便宜 发问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转眼镜头示意 请问反方派出位台上便宜 可以 再说各位大家好 要维护消费者权益 我方同意 但今天有方最大的错误是错官燕方 因为说事前 已经有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有条文 规定他们要抵取到抽奖纪律 而且2022年1月已经更新了条款 所以燕方是有约束力的 说事后可以向海关消费户等 执法机关投诉 所以想问有方同不同意 现时是有法可依呢? 各位 准备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介绍 准备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介绍 好 好 对 通过 没有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政方主便回答,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请看镜头示意 丁丁 尤文娥,多谢尤文娥的提问,但艳芳是什么?艳芳就是我昨天打开过手机,见到少女乐团派对,她仍然是没有公布她的中奖机率的 再说,尤文娥,现在是四成的游戏都没有公布她的机率,也代表就算更新了一条法例,都未必会有约束力 再说,尤文娥的目光很狡猾,在香港,下载游戏的方法不是只有这两个平台 也有用其他方式,用电脑或者PS5,尤文娥是否不保护这些玩家? 而且,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寶桥指出,这些平台有自己的条款 是未必会帮助消费者,如果游戏公司本身是在外国,就可能要回到那个国家的所纵 难道你这就是你口中的保障消费者吗?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现在有请政风第一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开镜头示意 尾开麦克 准备好 好,可以拍一拍这个样子 把镜头加高一点 这样行不行? 可以,准备好 主席、评判、有方,在座各位 大家好,今天我方主编出来问 究竟保障消费者权益重不重要 今天有方同学不敢回答 但是呢,就打算拿其他法例,什么商品说明条例 还有两个不知什么平台的条款 就打算可以搞定所有东西了 首先今天回应一些有方同学的小疑问 就说我们方往细致讲得不清楚 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条是法律 因为没有那条条例就要立即了 不是这样 有方同学,我们看到原来转弹是一个很大问题 又很大漏洞 是损害着消费者权益 消费会都说了 香港的手游商品 有四成游戏都没有披露它的中奖记律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这帮消费者 要货金,要付钱去抽奖的时候 他们连个记录都可以不知道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资讯 他们只是知道原来自己在玩虚拟抽奖 就是这样,什么都不知道 再者,今天有方只懂得承认 原来海关也有说过 30宗有虚拟抽奖有关的问题的投诉 今天有方说完 原来你都知道虚拟抽奖有问题 需要规管 但是今天有方拿什么给我们规管呢? 第一,他帮我们拿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的条例规管 但是今天我方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他首先是没有弱出力的 我们看到里面有个游戏叫什么? 少女恶团派对 我们昨天看 依然都是没有展示中奖记律的 但是他在Google Play上架 今天有方真的有疑问的 就自己可以去下载再查清楚了 再者,我们今天还看到 其实原来电脑,PS5这些游戏 是不需要经这两个平台下载的 那么他这样就覆盖不全面了 如果那些玩家想下载这两个游戏的时候 他们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但是我们的法律是什么? 包含不完所有东西 我们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他们的权益 今天有方拿来再跟我们说 现在有商品说明条例 搞定了 今天有方拿来 但是我想先说 首先,商品说明条例 其实现在他只是在 真的有问题了 被人投诉的时候才去检查 但我们今天 为什么不可以设立这个转弹法? 要强制所有游戏商公布它的重长纪录 令到资讯更加透明 当那些消费者真的去投诉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依赖到某些东西有迹可寻 今天商品说明条例和转弹法 根本就没有冲突 他们可以互相配合 这样才可以完善法律系统 再者,今天有方再跟我们说 会把所有企业都赶走 但今天我方就想问 究竟香港哪个游戏商 说会撤出香港? 究竟有多少游戏商说会撤出香港? 我们看到原来日本、韩国 都有转弹法的时候 其实世界各地引入转弹法 根本就是一个大趋势 那到时游戏商怎么退出? 去哪里? 退出全世界市场吗? 再者,我们今天也想说 静静! 多谢各位 好,政府第一负面想用时间是3分03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反方第一负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试麦,试麦 定 座位,大家好 ,一副位置用目标手段 和大家审视辩题 先讲目标 今天有方希望引入转弹法 来弥补现实的法例不足 但这只是有方错判现况 我方主编和台上发问 都已经针对过往 虚拟抽大这个商品 Google Play App Store等等 都已经要求游戏去披露几率 同时也受相比说明条例的规管 所以现况下根本有机制规管 有方没有回应过 他也只是数几个不受规管的例子出来 因此有方知道现在有机制 只是担心做得不够好 和我来说 和我来说 消费会说有4成没有披露几率 但有方明显没有看清楚资料 原来你所说的四成 即是11本游戏里面的四成 即是没有披露几率的 只得有四款 但问题是否真的 好像有方所说的这么严重呢 甚至原来你份报告是2021年做的 博生在说GoPlay今年1月更新了最新的条款 将虚拟转弹必定要披露几率 纳入了开发人员发行协议 即是代表游戏商其实都不反对要披露 都愿意去执行 因此有方的调查已经不合时宜 凡请有方交代出最新的数字 甚至有方跟我们说 我们甚至合育 有方跟我们说现在的机制没有约束力 但有方都知道的 立法要有必要性 但你论证不了必要性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加强执法 而不是引入转弹化 因此简单总结 现放下虚拟抽弹的功能根本未出现严重的问题 现行已经有机制去规管 有方想解决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所以就看看有方你这个 没有需要性的手段会带来什么闭嘱 有方就跟来说一个例子 跟来说少女恶团派到这个例子 跟来说她的机率没有披露到 但是说到尾方都只举了一个例子 更深的是 你跟我们讲传说的例子 跟我们讲课了金和不课了金的机率不同 但是香港究竟除了传说 还有多少机率是假的呢 甚至乎你课了金的机率和没有课了金的机率差多少 有多少个受害者 有方一个都说不出 所以要确定机率是真的话 特别需要设立第三方的认证机构去认证机率 但是正如台湾经济报指出 国际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 会要求游戏商找第三方机构 来验证抽奖的机率 所以究竟有方的方案中的机构 有什么例子呢? 他们又用什么方法去认证机率? 香港游戏业界又是否支持呢? 更加重要的是 找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游戏商 会因为香港这个地方 而去改变它的游戏系统 因为你改变了 会增加营运的成本 会增加离开香港发展的誘因 所以反问有方 有没有一个 因为一个无需要性的法例 而令到香港游戏有损失 又是否值得呢? 更甚至是有方 你的例子和现况下 香港Google Play和App Store的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你今天要去验证的机率 必须要找第三方的机构 但有方从来都没有说 我们如何去验证 找哪个机构 所以去到最后 立法从来都不能架空现况 我方诸面都已经说过 现时有法可依 而在现有机制下 一旦玩家就虚如抽蛋 向消费会寻求协助 消费会会说明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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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第一负面所用时间为3分20秒 有超时需要扣分 反方一负同学超时5秒 需要三位评判在分子上扣分 好,接著是正方第二副面,未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有本何卓,各位大家好,來到比賽的後段,要審視題題時有幾百分值得留意 第一,今天有本何一直執著於有App Store、Google Play的地方是有一定的條款 有本何自己其實到現在都懂得說,一副都懂得說,其實他們有要求,但最後沒有做 其實今天有這麼多款的遊戲,他們現在沒有做的時候,其實今天講一套,做一套 而今天我們見到轉彈法,在這種是有約束性的法律的時候,包含全部 有本來都是講不到,其實講到美音樂都是講不清楚 App Store、Google Play的平台,是有什麼的元素,這些條款是比轉彈法好 到現在還不是這麼清楚,而說穿日食跟音樂亦都很清楚,其實我們雙方的目的都是一致,都是發現是有問題 而音樂是選擇逃避問題,不解決,只不過音樂是不肯去承認 就因為這樣,為了要反對辯題,就去違反而去反 而嘗試就拿一個平台,就說,今天這個平台就好過天了 但到現在還是不是有一個很實質的一個例子,實質的原因跟我們講清楚 而我今天見到事實上,我分譜都講得很清楚 沒有藥縮性就是沒有藥縮性的時候 在這個部分,多謝音樂學已經是確立了我方的辯題 第二個部分,音樂學一直跟我們講就是 今天呢,這個轉彈法就會趕走企業不利產業發展 但首先,其實音樂學講那麼多,不利發展又有損失 但音樂學所講的損失是有多少,到現在還未講得清楚是有多少的損失 有哪一個是講得清楚,有沒有實質的數據,例子是講明 一旦香港就落實了這條法例,就會撤出市場,是沒有講過 所以一句講完,音樂學只不過是站在一個商家的角度 做商家的代言人,但是錯誤判斷局勢 再來,其實音樂學,因為我分多言就講過 其實今天音樂學是要面對現實 現在我們見到美國、中國這些地方,其實它都有落實轉彈法的時候 你跟我說要趕走企業,它現在全部進入大局的時候 它都是有落實這條法例的時候 它是要放棄全部的市場,還是怎樣呢? 但是外伙星那裡去做油氣的產業,都沒有人講得清楚 如果今天一個黑箱,它繼續在香港發展的話 有幾大損失,反過來看,如果今天不再在香港繼續營運的時候 對於我們香港的消費者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相信在這個位置都非常清楚,唯獨是音樂學不清楚 仍然在一個迷惑的狀態之下 再說音樂學也有說,今天這條法例是沒有必要性的 但是其實今天我們見到,有這麼多黑箱作業 無理地壓榨的時候,這些問題就要解決了 你說很多地方它都是沒有法例的時候 好,我們再協商再看看那些法例,所以不需要繼續落實 所以這件事已經很明顯看到音樂是說不過去的了 而再說各位,其實一個階段是說不響的 而一個產業的發展,除了有賣家 賣家的支持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像今天有豬肉當它是賣注水豬肉也好 它短期內可能有更多的利益 但是長年來講,一旦市民發現它是賣黑心食品 它都是不會再賣,同樣轉單法也是一樣 多謝各位 好,正方第二負面所用的時間為3分12秒 沒有超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負面,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清香鏡頭試儀 是嗎?是嗎?是嗎?聽得清不清楚 定 還有各位,大家好 英然性變態,知道最先要想的是需要性 我方說足兩個位置,現時是有法可依 問你究竟現況下有什麼漏洞 和你看看數字 我方說,原來現在有四成遊戲沒有公開 但一副跟你說過,原來四成遊戲只有四個數字 甚至跟你說現在有Google Play App的例子 要求我們披露記錄 所以,一方沒有回應過 因此現時利弊比較 為了四個遊戲而立法規管 從而趕走本地的遊戲箱 又合不合理呢? 因此有方的論證需要性 就只是說有四間遊戲 但說了三個位置 一方堅持紀錄是 和我們堅持紀錄是假的 但問過你有沒有什麼遊戲的紀錄是假的 原來方是一個台灣的例子 所以一方用了台灣的例子來論證 我們香港的情況又合不合理呢? 雖然論證責任都沒有做好的時候 我們在現況下,消費會機制都沒有發現 原來這些遊戲箱紀錄是假的時候 那有方究竟要保障些什麼呢? 再者,今天遊戲的暴擊率 三分球、命中率都不一定是真的 按有方邏輯,這些又是否要立法呢? 雙方立法的標準究竟是哪呢? 有方沒有交代清楚的 因此今天我們要看 我們要做得更好 但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原來這件事 我們可以兩條法律一起立的 但那有什麼分別呢? 有方立了一條轉單法之後 跟本身Google Play App所的規定有什麼分別呢? 有方沒有交代過 因此現在講到尾 要用第三方機構的監管 但是如果要監管 它會迫走遊戲箱 因為它會增加成本的 所以第三方方案 哪個監管 是用怎樣監管呢? 如果連方案都沒有交代過清楚的時候 還怎樣跟我們討論方案的細節呢? 因此 最多那次是 有方在小數例子跟我們說做不好 無受規矩的例子 就說我以偏概全 同樣的例子就跟我們說 現況有很大的問題 因此 它的雖性其實論證不到 你有義父位置 跟大家討論怎樣 後中機的轉單法 立了之後 在香港有什麼問題? 有方跟我們說 有開群芝馬 因為他們會令到 小費者不再相信買家 有方跟我們說 我少女時代 少女 少女 我全派對 沒有公佈機率 今天台灣都有問題的時候 有方開群芝馬在哪裡? 有哪個市民不再相信遊戲 不再課金 一個人都沒有說出來 所以究竟有什麼害處 交代我們不清楚 因此我們要幫助消費者 我們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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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幫助消費者 我們不可以只看他們的需要 而看遊戲商的方案 而今講第三方 機構幫助不了 方今天沒有回應過 因此有方一心希望幫助消費者的權益 但至於變得很清楚 轉蛋化只會增加遊戲商 在香港的營運成本 令他們跨國營運 當遊戲商在香港沒有代理公司 投訴無門 那有方 對消費者是否最大的保障呢? 沒有交代過的 所以公司走了 執法機關無可奈何 是否對消費者的益益保障最大呢? 也是個位 答案第二 負面使用時間為3分04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正方派出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各位便員開啟鏡頭 並且視頻 是,聽不聽到? 清楚嗎? 聽,清楚 另外一分鐘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定 主席評判友芳和協助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說到現行商品說明條例 包了 可以保障消費者利益 但百中的投訴 商品條例 海關都無可奈何 因為它沒有要求披露中獎機率 所以沒有條款可以進入 App Store、Google Play 我方前場已經論證得清清楚楚 完全沒有任何效力 有方跟我假裝聽不到 不要緊 我方現在再說什麼 再說 PS5電腦遊戲 你都不是在用這兩大平台 怕了遊戲的時候 有方說今天 你覺得還有什麼 可以保障消費者的權力呢? 如果沒有 今天轉蛋法 是否最好的方法呢? 謝謝各位 坦豐現在有一分鐘 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打開想要不會 打開想要不要披露 看看 我是一個月子 戶口 打開想要離開 以後 這裡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排出位別緣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作答,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嘗咪,嘗咪 各位大家好,首先謝謝右方的發問 右方說轉彈法不好,因為保障不到 所以右方的立場就是所有人都要播 但是今天你用三分球同樣都是沒有法律去規管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同樣立法 不過這兩個去爭取消費者的權益?不是 所以今天右方的標準是十分奇怪的 再說,右方就跟你說PS5等等不是Google Play,不是App Store 所以就保障不到 但是今天我們放眼國際,看到索尼、微軟、影片堂等等 都要求自己的公司都必須要公佈轉彈的機率 因此不單香港本身都有機制去規管 連遊戲公司它自己都會自我約束 更加甚至的是,Google Play最新是更新了條款 所以請右方不要再跟我們說Google Play是沒有用的 因為右方根本上舉出不了一個在1月之後的例子 跟我們說它的機率是不對的 所以右方根本上交代不了你的必要性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繼續去立轉彈法 去趕走其他遊戲公司的公司 現在請反方拍出位台下便宜發問 請各位便宜開啟鏡頭,並且視咪 視咪,視咪,視咪 清不清楚? 清楚,兩一分鐘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並,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論證需要性的唯一例子 就是主編講的傳說對決 但先不說香港實際上有沒有受害者 看清楚這個例子的源頭 原來只是一個台灣論譚 巴哈姆特的網民所謂的爆料 可能性值得懷疑 甚至說如果披露機率和實際機率真的有分別 都可以按相比說明條例等,消委會處理 所以想問右方 如果機率未必是真,就要立法管理 想問一下籃球遊戲裡面的三分球命重率 加到遊戲裡面的暴擊率 是不是要立法管理呢? 多謝各位 正方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跟我們談談 晚安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位便員回答,你一分鐘時間再答,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是我來的 好 丁 剛才的問題是三分球這些不同的遊戲 三分球這些藍球是有技術可言的,不少在今天的面題裏面 再說如果這些問題是有問題的時候,之後我們再慢慢談有法例 而今天所說的轉彈法,今天我們看到黑箱在意的時候,我完全選擇不視 總之我自己也知道今天他們都會要求公開這些紀律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今天公開這些轉彈的紀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選擇希望他們自我約束的時候,自我約束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自我約束是否真的可以幫到他們,令到他們完全選擇是不會繼續公佈紀律呢? 那我完全沒有說過了,而最重要的是我們也會說 今天那些外國的營運商他們管不了,然後市民就投訴無門了 我們看看那些例子轉彈,它是所有的法例的時候 因為他們看不到,不要緊,我們再看走私的位置 今天走私的時候,我們有這一個進出的條例的時候 時間夠 現在進行第二條台下發問 現在請正方排出台下便員發問 請各位便員開鏡頭並且試麥克風 是,聽不聽到?清清楚? 清楚 好,定 主持評判有方同學說說各位,大家好 遊戲天堂M在韓國的條例下 當地的伺服器有公佈相關抽卡的中獎機率 然而在香港同樣是天堂M 香港的抽卡功能就沒有公佈任何中獎機率 現在連機率都沒有公佈,第一步都沒有做的時候 後來有方同學口中的現實香港遊戲沒有機率出錯呢? 有方同學覺得,香港有什麼獨特性 令香港的玩家不可以好像韓國玩家一樣受到保障呢? 多謝各位 香港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還有一分鐘 謝謝 讓我們拍到 好那一分鐘 請進 有 很 好 而且 最近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的辯論回答 你有一分鐘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開眼鏡示意 嘻咪嘻咪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跟我們說 應該訪後韓國的個案 他們說不應該 因為韓國的根本沒有第三方機構的監管 所以沒有第三方機構的監管 即使你公佈了機率 你都不能確保機率是真的 因此如果有第三方機率 他們說會增加遊戲商的營運成本 令他們撤出香港 所以對遊戲業界都不好 有分從來沒有回應過 所以再看了 有分說香港沒有公佈機率 是否公佈了機率 他沒有公佈機率 就代表錯了 有方也沒有論證過 所以有方就是直善內心 跟我們說沒有公佈機率 就會是錯 因此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有方只用極少的孤雷跟我們說 一個少女、惡團派對 都沒有公佈機率 但港版機裡面的抽獎 原來抽十個 就必然出一個三星 港版機是有保底的情況 因此保底已經保障了消費者 還何來會有什麼害群之馬 令他們互相不信任呢 所以根本沒有 以後來說 現時是有法可依 只是有少數做得不好的個案 他們不受規 所以為何現時的情況 並非在App Store加強監管呢 各位 請反方派出台下一位便員發問 請一位便員開啟鏡頭 並且試麥 試麥?試麥? 聽到嗎? 聽到 你有一分鐘時間發問 準備好請一向鏡頭示意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便知道現行機制有規管 只是擔心遊戲不跟 但其實有什麼遊戲真的不跟呢? 原來由頭到尾只有少女、惡團派對 但究竟這個遊戲是否真的沒有披露呢? 我剛看到的是這個遊戲過去的轉蛋活動 有披露機率 例如某些角色的中獎率提升10% 某些屬性角色的中獎率提升20% 甚至剛剛就這樣上網找 已經看到四星抽到的紀錄為3% 所以其實是有披露機率 最多只是披露得不夠清晰 因此想問有空的問題很簡單 當極少數又不受規則 為何要做的不是應用平台加強審批 而是要另立新法呢? 多謝各位 靜光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無論如何要的會是有四星 random 用空的閒身 有四星的動物 怎會會有三星級 大陸 有四星的動物 是對方的閒數 有兩星的動物 內疾症 與魅力 有三星的動物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正方下车位便员回答 有一分钟时间作答,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了 定 各位大家好,其实今天有方同学知道 两个平台的条款公布重担机率是重要的 否则今天有方同学都不会将它们讲出来和转单法比较 但今天我方的转单法是什么?是一条正经的法律 它是包含所有东西的,不是说什么电脑PS5就不受规管 我们可以包含这么全面,每样东西都能做到今天有方同学想说的中长机率 但今天有方又智商矛盾,又出来和他说 中长机率有什么重要,为什么要知道 我方就不明白,就好像今天六合彩无端多了10个数字 拆彩虹的时候,原来彩虹缩小了,你不知道的 然后告诉你,你没有中长,你还以为为什么这么幸运 其实原来这件事根本就是因为资讯不透明所以造成的问题 你就唯有继续去测试你自己的抽奖运,继续课金支持 这个在骗你的游戏,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你又继续放钱下去 但是这件这么荒谬的事情,的而且确是发生在香港这么有完善法规的地方 时间够! 谢谢各位! 现在是结变,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计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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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드� comboYoNminL1 完成 Raabel 说 完全 Vie That is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主辩总结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茗示茗 丁 主席 评判 助各位 大家好 物如图物 弄巧反绝 将以上这个言语同样的概念放置于今天的辩题上 既然言行的法例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明明只需要稍作改善就可以达致效果 但有方偏偏坚持要引入转弹化 反而带来了不少的反效果 正正就是弄巧反绝 前场有方已经问过有方无数的例子 无数的数据去论证变题 但有方要不就错判厌方 要不就论证操作 可惜了 来有比赛的尾声 有方依然都给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我们 因为有方自己都明白 转弹化是非常难去付出行动 有方真是盲目的坚持己见 根本就没有尽好正方的论证责任 因此是来到结变的位置 看有方对这条辩论的误解 有方竟然打足全场 他依然坚持香港的法例 是无法规管到虚拟转弹的 有方前场已经重申过无数次 香港台照事务局对于赌博的定义 明显转弹是一种商品而并非赌博 而且要一而再再而三重申的是 转弹化是商品 跟着受到商品说明条例的规管 一经披露虚假资讯 就即熟犯法 凡是有方认清事实 不要再混淆思听 所以来到最后 也不妨解答一下有方一些问题 首先有方由主辩开始 从来没有否认过转弹化是有用的 减少机率不真确的问题等等 但今天有方认证粗疏 根本就解释不了转弹化 其他国家的成效有多少 今天打经的应然性变体 但有方就好像选择性失明那样 完全就是顾着利处 完全忽略了需要、可行、利弊三方面 论需要,香港绝对无需要 论可行,有方根本交代不了详细的方案 论利弊,消费者的利益不但没有被维护到 甚至更遭到剝削 甚至影响到整个游戏的产业 三方面都行不通的情况下 我方实在对有方的立场白施不得其解 有方举出了中日韩甚至是台湾的例子 甚至是我方的例子 因此我方今天从来没有否定 转弹回其他国家的需要性 但问题在于今天变体之中的香港 有方由主辩开始 只不过我举出了一个少女恶团派对的一个孤例 甚至我方回答台的时候 就已经论证过少女恶团派对有保底的情况 原因就是在于有方自己都明白了 明白一个转弹法根本没有资料去论证 而且来到2022年 究竟有多少游戏还未公布到机率 依然可以上架?有方都论证不了 不过有方明白又是香港实行转弹法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在各位,你和我,大家都是消费者 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可以对消费者好 在最大的限度之下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但希望有方明白的是 维护权益 从来都不应该是赌上消费者更多的权益 最终外国的游戏不再被香港的代理商代理 消费者更加求上无门,得不上身 但今天绝对不是短事 绝对不是想置消费者于死地 而是凡事都要顾存带工 整个热热热要贫多个持份者的利益损失 而不是像有方那样思考得这么简单 想立法就立法 坦然,近年来香港的政治风气越出败坏 整天都是很多莫名其妙的条例通过了 甚至很多人都直言在香港这个地方 说法律根本就是笑话 但今天我们在打的辩论 有方不可以跟我们一样坚守原则 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失失再做 夹实地地帮消费者争取最大的权益呢? 各位 画方结变所用时间为4分05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最后由正方主变总结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到?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卓卓各位 大家好 新西瓜的时候 我直到被半书玩游戏 需要讲求公平的概念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和随便改规则的小朋友玩 到我大过了 发现原来连一间大型的游戏商 举办的抽卡活动都可以不讲规则 将消费者蒙在鼓里 最后竟然是需要通过网红真人失策 甚至是群众讨论区力量 才可以发现游戏商造假 其实五眼发现的游戏同学好几人优天 担心转弹法的引入 会令到本地游戏商因为成本提高而撤出香港 但有没有资料论证 它的揣测 有哪个游戏商跟你说他们会撤出呢? 不如大家想一想 其实香港引入了转弹法之后 其实对老实的游戏商影响不大 反而是证明了他们的清白 相反只顾利益而不择手段 甚有愚愧的游戏商 甚至会选择撤出香港市场 就是因为担心被曝光 转弹法的目的正正就是阻止这些黑心游戏商继续得逞 到底是好处还是歪处? 其实相信在座各位都有答案 再说今天有方跟我眼睛很狭窄 觉得有法可折已经足够了 但今天文政局事务局长隋英伟跟你说 其实海关折获任何不良营商手法的投诉 就算是商品说明条例也好 都要因应个案情况去决定要不要立案去调查 还有消费者是要有充足足够的证据才可以作出检控 而当没有核实机率的情况下 当游戏商造假 消费者又没有足够证据 那怎样可以成功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香港有没有成功呢? 因为这样起诉成功个案 有方同学没有举例 为什么? 因为有方同学根本举不了 因为现今香港根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成功起诉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据 他们没有机率可以做到证据 那又怎样保障到消费者利益? 再说了 是不是因为今天国际并没有首例的第三方核实 而香港就做不到 就没办法做到呢? 当然不是 当今天转胆法有必要要去做的时候 政府自然有义务要去跟商家协商 甚至是去找第三方论证 要论证就算是海关也可以做到 所以游戏同学其实不需要担心的 在座各位 今天政府实施法例从来都不是要去偏探任何一方 无论是消费者或是商家 其实都应该受到法律保障 无论的是 当我们今天看到消费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原来这个天平早已倾向了商家一方 难道我们就任由这个天平更倾斜下去商家道吗? 更甚的是 如果今天任由游戏商不断欺骗玩家的方法赚钱 未来游戏商只会有更熟练的手段 去利用消费者的道徒心理 令到更多人不经意地将监质 盲目投入了在游戏商面 幸好的话 游戏商便可以神不知悔不觉地争取监质 政府未来便更难作出监管 不幸的话 民众便再次集合他们力量 揭发游戏商核商操作 跟玩家的交易不对等的时候 就会令到玩家对于游戏商的信心尽失 到时候再忘羊补露 都已经于是无补了 所以今天政府应该站出来 在整个游戏产业未来发展角度出发 担当圆崖勒马的角色 避免消费者收开之外 同时是保障整个游戏产业发展 谢谢各位 请问三位评判如果填好了分子之后 会不会想由谁先开始 不好意思 因为我趕着时间出门口 如果其他评判不介意的话 我都可以给一些评判 因为我都很肯定其他认评 应该有一些深入的见解 不如我们先邀请评判 去给评语 好 多谢赛会邀请 我发觉近年来 多了很多这些比赛给中学生 因为我以前打来打去 都是基杯星岛和联中 我大概说一说 其实我没有研究过 我自己因为工作关系 我就有研究过 世界各地 可能在说 游戏的产品 就像同学这样说 有分手游 有分手机上 又或者是桌面的游戏 又或者是上线的游戏 我没有怎样研究法律 但是我想 有机会今天 雙方可能 有些可以论证得更加完善 或者推论得更加远的地方 可能是建基于 可能未必对于整体全球的游戏 非常之了解 希望今天的评语可以帮助一些 首先我说到正方 正方 其实我觉得 主要的问题 其实就是 真的没有细节 无论是由主辩 去到后面被人问的时候 但我觉得 纯粹有点不解 就是 网上其实一按 很容易 你就会找到 例如说 英国 或者是中国 究竟他是 如何去进行 这种事情 举例 我理解的 今天正方可能 由一个中学生的角度 你就会觉得 现在我不知道 我抽这种武器的几率 是否百分之十 那告诉我 是百分之十之后 大家就很清晰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正方 其实是需要去厘清 究竟立法的目的是什么 你纯粹是希望大家清晰了 正经话 你是想说 我是真的能够保障 每一个玩家 最后我们叫做 数据学上 叫做 等一会儿 可以去搜索 这个车 是高了的 究竟是哪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 世界各地 很多不同的国家 他去立这个法例的时候 他的做法就是 其实事实上 欧美 他真的有规定 是个几率 他有说 如果你给这个金额 你就有可能 百分之二的几率 你就会抽到一个 价值 什么的 三个武器 什么都好 如果你给 不知道多少 欧美的做法 就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的做法 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例如我买十个盲盒 然后当中 一定要保证 如果我是十个 同时间 去购买的话 那游戏的 推出者 他一定要保证 当中有一个 是会有 一个 玩家的 他希望抽到的 一样东西 又或者是 如果他是逐个购买 而他连续九个 都并没有抽到的时候 他最后第十个 是必须要被 那个玩家 是希望抽到的 武器 或者他想抽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其实正方 其实网上 都很容易 找到这些细节 也应该不是 一些特别 技术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 正方可以尝试 去找一找的东西 然后 第二个问题 如果正方 完善了这个立论之后 他会面对的问题 就是 有很多游戏商 其实他做的事情 就是 你想想 其实我的 抽到的可能性 可能 原本你不叫我公布的时候 可能 可能的可能性 是百分之十的 对不对 因为大家知道 数据学上 可能性 我们都有一样东西 叫做正常传播 我们不要理会 是不是真的正常 在现实世界 其实你们所说的 基律 只不过是可能性 的 面 即使 即使你公布了 那个基律 你两头 总会有一些人 他不受 那个 所谓的基律的限制 我们估认 他能不能够 证明这个基律 例如我们能不能够 找会计师 计师 等等 那些 所以 其实 是的 我就想问一下 例如本身那个 平均的基律 是 10% 现在你就公布 例如 我抄抄其他国家 因为我不太懂法律 就说 10个箱里面 就有一个箱是有的 那我就增加 我是游戏箱 我为了增加我的盈利 我就说 现在20个箱才有 其实我也符合了你的法律 我想知道 其实正方纯粹是 想这个世界都很清楚 基律 这一件事 或者你是真的想增加一些 玩家 他给了沉默成本之后 他会获得的回报 这个是我觉得正方 需要理清的一件事 而反方呢 我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 坦白说 我觉得这一场 我就觉得 反方相对来说 是容易打的 因为正方 其实真的很难 可以由一个数据的方面 去确保所有的玩家 在落实了这个法律之后 他也是很公平的 但是我就可能 说一说 反方在数据的用途方面 因为我觉得 有些可能有点奇怪 我不知道可能同学 理解错了 甚至是可能 他本身报道得不清楚 因为我都找到 你们说的那些 是Google投几篇的 反方说 反方说 2016年至2021年 消委会 不知道是否消委会 还是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就说 只有30宗的投诉 但是呢 我就查过 这个立法会 就是秘书的这个minutes 其实这个30宗的投诉 全部都是不关基律事的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反方 别人的英文都写得很清楚了 他就说 是关于 Price Dispute Quality of Goods or Services Variation o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Late or Non Delivery of Goods or Services 这些东西 所以很明显 其实他都是在现行的法律 而不是说一个抽奖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反方 你一步去拨人家的时候 你就真的不可以 跟别人说 sorry 反方去主辩 你就不可以拨人家说 你觉得30宗的投诉 因为别人都不是投诉 反方去全场的论调 是有点奇怪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论调 可能在前场很明显 到前场很明显 可能会比较明显 但是 为什么没有人投诉 因为 你怎么去确认 这个机率 你都不知道 你投诉一定是你的期望 以及他声称的有落差 他现在也没有声称 你怎么投诉他 所以我觉得 反方去全场的论调 我认为是有点奇怪的 不断说 没有人投诉 没有人投诉 而第二件事 我想 其实未必起后场 大家经常有讨论 但纯粹就是 建基于 所谓 我对于这个 gaming industry 有些少的了解 反方 我知道是你们的底稿 我以前也有评论 我知道你们在读底稿 你们经常都说 我会赶走企业 因为增加了企业的评论成本 其实我觉得 这个评论 未必是这样的 一来 其实香港 gaming market 的收益 在全球来说 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是低到说 应该美金 只有百多 应该只有1亿多 如果认为港币 应该只有十多亿 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 你恐怕满足 全球的 应该市场 的利益 大概是三百亿多 就是三千亿的美金 真是上到少了 所以 其实 香港真的是一个很小的行业 我想告诉大家 而第二件事 有一件事 我想说 实质上的运行上面 你想想 我想大家有点点理解错了 你们可能全场都没以为 一款游戏 它就背后是一间公司 其实就不是这样的 遊戲是有公佈箱的 首先我們會有些通常讀工程師 他們會製造一款遊戲 然後他們會找公佈箱 他們會做市場 他們會把這款遊戲進行改良 把這款遊戲進行改良 去到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一款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因為你們其實今場舉的遊戲都比較小 除了LL之外 世界上最大的例如食雞 PUBG 或者是Call of Duty 等等這些東西 他們在世界上無論是用家 還是利益都是很高很高 其實他們本身在歐美已經有一個法律 就是要求他們公佈的公佈 你估明是否能確定 或者是真是假 我就不理解為什麼反方會去攻擊人 就是如果我在香港要求他公佈的話 他會增加他的成本 這些遊戲其實全部都在香港 他都已經在Google Play 或者Apple的App Store 他已經存在了 所以我明白你們說要影響初創企業 但是這個純粹是你們主變 你說了一句 然後你去到後場 你就不斷地說 如果你要檢查的時候 你就要錢 你就要錢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多一點這件事 我明白你們可能全場 一些比較地區性 或者小的遊戲 例如天堂 世界上主要一些很大很大的遊戲 他們事實上都已經有公佈機率 例如投資者 給他們的年紀報 或者一些不同的投資銀行證券公司 他們去研究 例如說股票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已經找到這些機率 所以純粹這個就是 給大家的參考 其實我真的不太懂這個轉彈法 我也沒有看過它轉彈法 完全是那份PDF 希望評語可以幫到大家 但總共我覺得大家中學生的表現都已經很好 還有其餘兩位評判都可以多多指點大家 希望大家的便記 或者內容方面都更上一層 多謝大家的邀請 好 多謝麥評判 那現在是想王女士還是羅老師呢 因為我稍後都有另外一個比賽要做評判 所以我想先說 我今天看到雙方的運用上的這場比賽 其實是比我真的好少 老實實說 其實是更少些 原因是因為大家用例子是更少的 例如譬如正方這樣 反方說你是不顧勵 其實你都能夠明白 你只是講一個遊戲的例子 雖然你們講這個遊戲是講得比較具體一點 和詳細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如果可以 或者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再用多一兩個遊戲的例子出來去講 讓別人不要感覺上你只是好像根據一個例子的情況 就想去立一個法 起碼你說你有幾個遊戲 起碼你都可以講出來給別人聽 就是告訴別人 這個情況似乎不是單一的例子 可能是都幾普遍的 好 我再講講就是雙方來說 其實在那個回應上面其實都有一些問題 先講講正方先 其實反方都講了幾多關於第三方監管那樣東西 其實是否完全監管不了呢 比如剛才阿庭阿庭都講過 其實外面人家是可以計算到的 甚至是一些那些證券公司都有那條數可以計算到那個 就是預期的回應回來的 所以其實他們那些數字是計算到出來 還有其實都可以檢查到底是否正確的 事實上呢 譬如正方這樣是否完全你就是解釋不到 其實香港真的一個所謂的第三方監管機構都沒有呢 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想一下譬如電視台 他說有一個抽獎 他找誰來做監票呢 就是四大會計師行 最簡單就是找會計師行做 找律師行做 那已經可以是一個第三方的監管機構 那香港在這個會計行業和法律行業是這麼輕盛 那怎麼可能沒有第三方監管機構呢 那還有問題就是你怎麼做呢 你其實做到的 因為你拿到他那個 因為他有那個紀錄的 任何就是譬如抽獎那些 他都應該要保持那個紀錄的 那有了紀錄之後 你去查他到底是多少次 中了一次 那你說 他可能不是完全去到 叫做 就是 去到個位都是 都是對的 那 喂 起碼都少數點都中一下 都差不多 那這樣 可能就是不會太離譜 那這樣就不會觸犯法例 那其實這條數字 其實是算得翻出來的 而且 都不會是屈了別人的 就是都算出來合理的 那所以呢 我想說的就是 政方其實大可以先回應對方 就是不要避人 因為如果整個場 避人呢 我覺得又是 就是給別人的感覺 你那邊原來那個 殺行的可能性是這麼低的 這樣 給別人這種感覺 好了 反過來 然後呢 反方那裏都是有一個不認上的問題 那其實呢 反方那裏我有幾個論點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有點有趣 首先我講這個就是 你說是會跨國營運 跨國營運 那首先 我剛剛的評判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你全世界都監管的 基本上 就是你 你說就算不是說 在香港做這件事 要你公開機率 你就算是Apple Store 你自己會講 Apple Store 或者App Store 都要求你公開 那其實不見他們 不想Apple Store 或者Google Store 這些這樣的平台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們 是不是真的會 因為 你訂了這樣的法例 而去到所謂的 跨國營運呢 還有問題就是 所謂的跨國營運 其實是 我不太明白 它的意思 其實通常是這樣說的 你有一個遊戲商 他在香港出個遊戲 那通常他有一個 伺服器就是 要在香港那裏 就是香港人可以上到 所以其實 他如果真的去 如果要符合香港的法例 那那個伺服器所做的事 就要符合香港的法例 OK 要不然他的伺服器 就不可以在香港那裏 營運 或者是在香港那裏提供服務 那這個其實就 所以我不明白 什麼叫做跨國營運 因為如果你要提供服務 給香港人 其實他都要通過一個 可能香港相關的一個伺服器 去做這件事 那我就不太知道 到底怎樣做了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你們的立場上是困難的 那第一件事 首先你開頭 其實打這條題目 是反方一個上見的問題 比如你開頭的時候 你其實都是覺得 就是要保障那些 營運商 就是 你又怕那些營運商的成本大增 但是你反過來 你又說Apple Store 和Google Store 是要別人去公開那個機率 那到底你覺得 那個公開和不公開是好 還是不好的一件事呢 那這個我相信 可能幾多評伴都會聽到 就是反方 你講上見都會說這件事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在回應上 反方這裏 都還可以再 再具體一點點 仔細一點點 好了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他們其實正方 這條題目 就打一個比較闊一點的範疇 那就是它包括電腦和PS5 那到底電腦和PS5 那裏你有沒有回應呢 那實際上 據我所知道 那就是PS5 應該是透過它自己的Sony 那裏有一個 它自己的Store 是去提供那個遊戲 就是它不是透過Google Play 和App Store 是去提供那個遊戲 那所以其實那個平台 會不會都有一個條款 那這個就是 你也可以說說 另外就是電腦那裏 那裏也是 我覺得就是 你純粹只是避開了 那又未必是一個恰當的做法 那當然你說 就是這個項目 會不會是一個很強力的論點 就是我想說 就是香港人 現在現時今時今日 如果你說玩網路遊戲 還有還要說 是抽獎那一隻的 就是你說課金那一隻 那多數人都是 Flu 那一隻 那一隻 就是手機遊戲 那就是那些 就算你說PlayStation 都不是大比例的人 是參與的了 那所以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很細小的東西來的 那但是 就是你都可以回一下 如果不是給人家幾個位 給人家打 你又給人家感覺好像 你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 喂 真的有個流動在那裏 就是電腦用PS5 你怎麼處理啊 那這樣 那就可能會被 那些正方是拿好些分 那這個是 都是反方要留意的地方 好了 那最後講一個 就是那個 韓國那個Case 是 那我一開始就聽到你說 韓國就是罰款的正方 韓國要罰款的 那韓國罰款 那韓國罰款 那很成功 似乎一聽到 很成功 因為你可以罰到款 罰到款 可以有阻嚇性 那但是 就是我跟著整場比賽 我對於 就是你們好像對這個論點 這個例子 就完全都是沒有說過 那我就覺得 其實你們 如果你覺得 就是一個 好的例子 你才會放在前面 那你為什麼放在前面 後面又不用呢 那我覺得 就是 這個一來是浪費 另外就會給人家感覺 就是 喂 你為什麼後來不加以利用 其實會不會那個例子 有問題 就是會不會給人家 有一個 這樣的感覺 就變成了 你這個論 這個例子 可能 開頭拋出來 然後又不用 就會令到它那個 作用 就是越來越低 所以是 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都不太記得了 變成了 那我就覺得 比較可惜一點 那好少少的分享 多謝十九怪 好 多謝羅老師 那我們請王女士 去給評語 好 同學大家好 評判說了那些 我就不重複了 我講一下 我對於這一場比賽 由一開始到最後的感受 這麼說 非常之接近 接近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是我一直給分的時候 我就留意著 正方贏還是反方贏 然後幾乎 每隔兩個同學 講一講 這個賽果就逆轉了 所以令到我也很糾結 因為如果這個賽果這麼接近 我隨便一個過程裡面 給多一分 給少一分 對這個賽果已經有很明顯的影響 所以剛才也花了一些時間 亦都非常接近的一個理由 就是我聽完你們雙方的開辯這麼說 我就覺得 哇有趣 這一場比賽 因為很少聽到一個情況 是正方和反方 他們那個立論的框架 是幾乎100%的 正方你們的講法就是 就是我現在需要維護一些人公平公正 但現在沒有辦法做到 反方說什麼呢 我需要維護一些人公平公正 但現在有辦法做到 所以你多次一句 好了 正方第二個點就是 我需要促進產業發展 令人有公信力 所以立法 反方就是說 我擔心你這樣趕走那些廠家 令到產業發展不到 所以不要立法 只要聽你們的條線 是100%合適的 所以我就期待 然後就神展開 應該怎樣 你逐個項目 都應該好好聽 而我也必須說 其實這個開辯的這兩條線 簡單得來 都包了一些不同的角度 我相信老師都會理解 或者你們的教練 其實這條題目 是不太容易處理的 有很多技術問題 所以他就盡量將條線 變成一條可控和容易操作 也有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聽完雙方 我覺得都可以 有得期待 有得期待 但接著再聽下去 我就看到同學的局限 局限是什麼呢 就是局限這條題目 實在是太深的原因 技術的問題 以至於令到大家 在再實行的時候 有難度 技術問題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真正遊戲的技術 第二就是 立法的條件 和一些立法的語言 遊戲技術 剛才評判也有說到 其實怎樣叫人 提供這些資料 有沒有辦法第三方核證 這裡其實就牽涉不過 你有沒有權 去要求公司 交出一樣叫圓代碼的東西 因為它是虛擬遊戲 它其實是一些圓代碼 它不是實行看到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 你有沒有權要求它交出 然後它要求交出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查證它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要求它交出 以及有辦法查證 或者第三方查證 這個問題其實無論對 政方反方都是一個爭議的空間 政方可以說 我現在連要求它交出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要立法 否則我只能夠信這個應用程式 那你緊不緊張這件事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屬於消費者權益 為什麼我們政府不做 要靠商家自己做 商家自律 我們就不會有這個關鍵 反過來反方也可以說 如果你交圓代碼 你要找到遊戲的代表 如果他們遠在芬蘭 遠在美國 你通過什麼的途徑去找他 你展示一下你的方法 否則他真的跨境的時候 你用什麼方法叫他拋出來 然後如果你說第三方查證 政方的說法可以說 現在還沒有 因為大家討論 只不過很新的 其實總有辦法 就像剛才評判這樣說 你沒有辦法 你也要說到有辦法 因為別人挑戰你這件事 作為反方 你也可以站硬 沒有就沒有 你打算什麼時候才有 我現在是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這個本來是一個可以爭取的位置 但是雙方可能在技術上處理不到 誰對於這件事的概念理解 比較掌握這個戰場就會贏 但結果兩邊都脫掉了 第二件事就是 在立例的需要性 或者立例的手段方案上 同學兩方都脫掉了 接著就影響到 影響到一副打後 很明顯看到 大家對於輸贏點掌握得不好 你們的攻擊位 是不停地遊走的 以政方為例 其實你們應該要多說一些 為何反方這件事 滿足不了你 他們的問題在哪裏 所以究竟你想抓他在哪個位置呢 這件事我其實聽來聽去都不太清楚 我嘗試想在這裡聽著 原來你最後是想說 總之現在我們沒有法例保障就不對了 我明白的 但是你這個說法 這種套路 已經從每一個朋友都重複一次 而且是沒有推進的重複 我會覺得你講得很對 不過你只是重複一次 那我有什麼想知道 例如最簡單 你可以告訴我 先不要像剛才 其實我很同意評判說 你們遊戲例子少得太厲害了 天下間有千萬種遊戲 如果只有一個遊戲有問題 沒理由要立法 對吧 你起碼要說出它是一個主流的問題 第二就是 你那個外國例子的掌握 既然你說到要參加外國立法 那你起碼要跟我說一下外國怎麼立法 他怎麼做 他怎麼寫 為什麼做完之後活動 如果你沒有這些資料去豐富你的立論 我看不到你守你這個道德高地的贏位 因為其實說真的 全世界你是不是說 有一條叫做明文叫做鑽彈法 這也是一個爭議來的 可能內地那條是 但內地現在都轉了形式去做 日本就肯定不是 因為那條叫做景品表示法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守的 最正的就是道德高地 那道德高地 你就要想辦法去令它豐滿 好了 反過來 反方其實今天你要去查它的 後來又捉到一點 就好像剛才評判說 你去查它的方案 但你是不是由頭到尾 有條條去查它的方案 如果你真的要查它的方案 你應該要提出的問題就多很多 然後你提完問題之後 你可能還需要多一個辯論員 在另一個位置說 喂我要求你回答我123 但是你沒有回答我 那個辯論員就不能這樣說 嘩你又沒有回答我 你只不過是再數一次他沒有回答你 我們評判已經聽了 我不覺得這個是推進 你是需要說 嘩我們問了你123 你沒有回答我 你沒有回答我就代表什麼 代表ABC 代表ABC 所以你就輸了 正方 我需要的推進就是 你要告訴我 他不回答你 是為什麼反映到 他證明到一些事情 而令到對方會輸 這個就是你去做而不圖的時候 你不是只問完就收工 這樣不行 你要有一個想法 如果你認為這個方案是你們主打的 你要想一個想法 如何去推進你這個攻擊的位置 尤其是作為反方 第二就是既然你們開了一個產業的影響 但是不守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專門的 有時候我們去DraftD Line 我們都知道有些是主打的 有些是花瓶的 你想一條拉完整些 你就放在這裏襯一下 但是 是不是呢 你們自己就反過來想一下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考慮就知道 就是反方 究竟你們那個 趕走人產業 這個算不算你們主打的項目呢 反過來 政方有相同的問題 你們放了一個促進產業的發展 還花了些時間去說 其實香港政府想促進的 這個事實上 是不是你們想打的東西 還是真的放在這裏襯呢 是沒有說的原因 是專門還是漏了呢 是因為 在那個攻擊護手的過程裡面 被人帶走了 於是出來的問題 那些重要的 你的拉的範圍 因為你們今天只有兩項 兩項標準 但是大家都選擇有一半不說 到最後變成怎樣 變成大家都只剩下一個項目 好了 大家都就著一個項目 說一說 但是說的時候 又沒有專注在一些主打的位置 就只是糾結在一個還是兩個個案 有Apple Stock的要求 還是沒有Apple Stock的要求 不是 沒有做到交鋒 我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們沒有做到重要和關鍵的交鋒 兩邊都沒有 只要其中一邊 在這方面做好一點 我相信那方的成算就會高了 就不用這麼接近了 有時接近的事情 跟機率一樣 多少有點運氣 好了 另一個最下一個問題 如何看得出你們 無法實行而有影響的 就是今次的表演 雙方都出現三樣問題 第一 語意不清楚 說話一九九 八個同學裏面 除了一兩個之外 幾乎全部都一九九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題目本身也有很多技術 有很多定義 大家都沒有聽過很陌生 你還一九九 就聽到眉頭 我已經很努力地聽 而且我也算抽得很快 第二 除了咬字不清晰之外 Pacing非常快 這兩樣東西 對於了解一個這麼技術的題目 是絕大的障礙 你不要很簡單 相反兩邊的開辯 就最清楚 你們說一些很黎明的東西 很容易聽 去到後面 你要去轉入一些 專業一些 或者細節一些的東西 我建議下次再處理這些題目 大家要認真想一想 真的要在這個表演中 做一些功夫 專業術語是要用的 但是 用得過多 而你自己其實不知道 如何採取下來 評論都不會得到的 不只是拋完專業術語 我就給你一拼 不是這樣 不是DSE 所以同學 要知道 你要確保 不是你講了一些東西 你要確保 評判能夠接收到的東西 你說完的東西 是不會有分的 你要評判接收完的東西 才得分 這個就要捉進一步 尤其是面對一些 好技術的題目 其他的 我就不說了 因為今天遲了開始 其他的兩位評判也補充了 我就來到這裏 可以分享 好 多謝王女士 現在去到宣佈賽果的環節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 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為反方主辯劉易奏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香港英人入轉蛋法 由正方識識員主辦可峰中學 對反方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正方得票為1票 反方得票為2票 賽果為1比2 由反方勝出 恭喜 恭喜